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上午的閃光破證 今天還是一個動能不足的格局 目前看起來預估量是只有1800億不到 按照這樣的預估量的話 除非尾盤不亮 否則的話今天就是大概維持在1700出頭 有可能也會是近期的低量 我想這個動能不足大概也 已經變成最近一種常態了 也正因為這個動能不足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就為什麼你看這個龍圈的水位 一直持續在高檔 這就為什麼最近看空的人越來越多 即使我們主管機關有可能會祭出現空令 但是你看對這些做空的來講 有恃無恐 它還是持續增加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8月5號上個星期五那天 券還是增加的 資還是緩慢的減少的 可是說現在不管是從 融資或融券的角度來看的話 都可以看得出來市場 的確是比較偏向於保守的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啦 尤其加上對岸這樣子一直文攻武嚇嘛 所以你說現在有多少人有信心敢在那邊壓股票的 也可以理解的到啦 如果說叫你現在大手到腳買股票 你大概也不太可能的啦 但是有時候我們平心靜氣去想一想啊 所謂的買股票說到底是一次叫你全壓 把你的身家性命全壓 還是先拿少部分的資金來買 因為不可否認了嘛 盤面上還是有強勢股啊 如果說今天盤面上是完全沒有強勢股 沒有主流 那我覺得這個情形是可以理解的啦 大家懂我意思吧 這是遇到這種情形可以理解 因為沒主流嘛 沒主流我不想買 但是如果有強勢股有主流的話 那為什麼不能加減買 加減買嘛 打個比方來講好了 你看這在金星科 我相信金星科應該不是我第一次在節目上講的吧 他今天最終的結果 我這麼講好了啦 我們不去討論說今天金星科 他到底最後的結果是 爆大量然後今天流上一線 或者是直接今天工漲停辦 難道你們不覺得這個股票很強嗎 這不都是我在節目上跟他聊過很久的 還有包括像這個 聖大賀 這也是我們新的核心的持股裡面 這個持股嘛 還有包括像這個 隨便再抓一次好了 你看像這個蓬城 有叫嗎 這不都是我之前 在第二個階段的佈局上來講 有跟他公開的個股嗎 所以你說今天賺不到錢的原因 真的跟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人家演習打飛彈有關係嗎 真的有關係嗎 我覺得一點關係都沒有 關鍵是在於 第一個你選股的方向嘛 還有你的選股邏輯 還有你買這檔股票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圖的是一個波段 那嚴格上來講這些股票其實最近也很強 都是很適合逢利卡位嘛 那你說你的目的是圖短線的話 那事實證明這些股票最近的波動也大 短線也好做啊 可是問題又來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市場的信心還是這麼的不足 為什麼現在看空的人還是持續的很高 我相信這個券絕對是實質的券 這絕對不是虛的啦 當然就像我上禮拜的推測啦 可能某一些股票因為除息完之後 會有除權 那為了擔心萬一行情下來 那我擔心股價會跌 所以我做空去鎖單 這可以理解啦 因為今年的股票 我發現今年除息 能夠填息的股票少之又少 大部分都貼息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股票都貼息 所以也可以理解得到說 為什麼這麼多券單在這裡 大概某種程度也是一種鎖單 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請教你的營業員好了 我節目上我就不去講了 這是這種對鎖的概念 那當然我們不去討論說 這到底是鎖 或者是 只是真的看壞這個行情 基本上來講空單 目前來講水位算很高 這比今年1月份的券還要高 你說這18000點不做空就算了 現在15000點才在做空 不是很奇怪嗎 輸贏了輸了人要3000點 所以你看那時候 我在18600點 18500點很空的時候 沒人理我 有真的聽我的話 賣股票做空的人少就是又少 那事實證明嘛 我當初給的建議是不是對的 好啦 那那個時候你18500點 你不賣股票你也不空股票 那我問大家好 那現在大盤都已經跌3000點了 你覺得你在這個點位 這邊去看空 我不曉得你突然是什麼啦 你覺得後面再跌3000點嗎 大家懂我意思吧 你這裡不空 這裡不空 現在最後再空 我只是覺得啦 要空也稍微等高一點好不好 真的我個人的建議 你說周老師那你會不會在做空 會 我跟你擺明的講 還是會 但是我不要在這個點空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邊很多股票都在低點 很多股票物美價廉啊 閉著眼睛買都會賺錢 為什麼要做空呢 來 你看這個金星科就好了 你說真的閉著眼睛會不會賺錢 難道這都假的嗎 你看我6月份 7月份 我這統計到7月份 還有6月份 你看 光金星科一檔股票的價差 有隔日沖的 你看累積945塊 好 你說我都沖掉了 我基本上沒有股票 也不是啦 你看8月上那天236 238 逢低少量卡位 有沒有看到金星科236 238 拉回低階 那天沖不掉嘛 這留著無所謂 總不能說的股票就把它賣光光嘛 有些留著當基本單嘛 那你看一下今天 金星科最高沖到多少了 279 我們買在235的 你看一張的價差已經多少 賣到4萬塊而已 也許你覺得4萬塊不能算波段 那事實證明也是賺啊 也是賺啊 就看你買什麼股票嘛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一定要瞭解到 就是說今天 當然每個人看節目的目的 其實都不太一樣 有的人是因為剛好我有買這檔股票 我一直去找那些剛好在講那個股票的老師 這個有點像是抱團群軟嘛 剛好這老師有說這支股票 我也有買來看他們怎麼說 這是一種 那有一種就是 不會選股票 我看人家買什麼股票 我也來殘活一下 來買一下 輸贏看自己 那還有一種的就是他想學的 這種人也很多 為什麼老師要選那個股票 那我來學一下 這種人也很多 那還有一種就是完全沒有想法的 人家叫我買什麼我就買什麼 賺錢就算了好了 只要賺錢就好了 賺2塊也賺 賺20塊也賺了 這種也有 就每個人對於 在看這些投過老師的節目來講的話 每個人圖的目的都不一樣 就比如說你今天晚上去看那些 財經節目也是一樣啊 你看他們講解了非常多的一些基本面啊 跟你講這些產業有多好又多好啊 等等等等等等 這也是一種方法 透過這種節目來教你怎麼去選 這個方法也不錯 好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一些教你賺錢的節目這麼多 包括手機詐騙的這麼多 對不對 很多人手機拉群的啊 哎呦 加入本群 牛每天送你牛股那個也有啊 很多啊 每次我收到我都看到 哇人家那天報仇 欸有的還真的還不錯欸 我別人家先講 前一陣子以後 有人把我拉群進去 我就看我看你多準啊 看一下 欸有的其實還不錯啊 但你說他是騙嗎 也不算騙嘛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說 就像我節目上很常講的 這個地球上 不缺有人給你報名牌的 即使你不看財經節目 即使你不去看這些 財務老師的節目 我相信你要取得這些報名牌的 管道太多了啦 真的也沒有缺我一個啦 那你們缺的是什麼 我覺得投資朋友 你真正缺的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認同 一個認同度嘛 就是說當你今天 在羨慕別人 有什麼強勢股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 哇 做老師盡心刻刻創新高啊 哎呀 他這支高評 這支有補 但是我沒買 那你就去思考 那為什麼當初我公開的時候 對不對 這是公開的嘛 這又不是今天才講的 好啦 你說老師這金心刻 可能比較貴啦 不然我們換這支好不好 這算上的吧 最近才講的 什麼時候講的 稍微看一下 頂美拜是8月4號公開的 你說 你說有些股票 可能我已經講很久了 老生常談 可能你們會聽膩了 這個巨氧算是新的吧 為什麼要選他 好 我告訴大家好了 7月營收創 單月新高 但是股價居然沒有什麼反應 我個人的看法 這表示有一點什麼 利多滯漲 那利多滯漲的情況之下 也沒有可能會有利多的反應 好 加上股價還不貴 我那天不是跟他講嗎 我說 你看喔 這台預期 我記得我8月3號那一天 我拿預期跟巨氧 來給他做比較嗎 我說一個是這麼明顯的M頭 能漲到哪裡去 我不知道 如果你問我的話 比如說 說老師你覺得預期 有沒有可能突破250 我覺得這個有很大的商議空間 可是相反的 如果你問我老師 那巨氧沒有可能突破半年 現在我告訴你 這個我可以跟你談 為什麼 因為預期不可否認了 他的確漲多了 如果我們今天把預期打回到這邊 剛好一個打底部 我跟你講 那這個討論的空間太大了 可是偏偏現在預期在相對的高檔 所以你看喔 在兩檔股票的比較之下 我們不去考慮股價 對不對 我們不去考慮股價 你看一個M頭一個W底 我相信現在來買類似 像巨氧這樣子的股票 贏面 我不能跟你講說會賺多少錢 我們不能保證獲利 但是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請問一下 你覺得你會輸多少 你會虧多少 就算錯也是非戰之罪嘛 大家懂吧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有些股票 你看為什麼我公開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就在於說 我藉由這樣子的公開分享 藉由這樣子的操作 而且還公開操作 不是嘴巴講講 你看我們公開操作 你看巨氧144-145買進 一般會員 對不對 你看看今天巨氧已經多少 165.5了 你說這樣也不會賺嗎 你們不是要認 不是很多投資人就是說 老實是有準還是沒準嗎 不是很喜歡拿那個準不準來認定嗎 你說今天如果我把巨氧遮起來 比如說我把它遮起來 我告訴你這個股票 我會來看好到哪裡 然後把它遮起來 然後事後那個馬後炮 然後把它撕開 告訴你 你看這支股票 我會買 我會有準還沒準 如果我是這種研法的話 那當然啦 你們挑侃我 尻我 我沒有話要講 可是今天我的股票 到目前為止 從大盤這一波殺破 14000點 不要說14000點 從6月份開始 一路在跌的過程中 我也沒有遮遮掩掩的 蓋過任何一檔股票 而且我都要告訴你 很多股票這邊 出現嚴重的抄跌 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抄跌 事實證明 有些股票它是在打底 指出這個打底的過程中 有的股票會拖的時間比較久 像這個金星科 你知不知道 它還是在打底 你說它開始起漲了嗎 我告訴你 要過季線才知道 現在還沒過嗎 你看金星科 金星科面對了幾次季線的壓力 這裡一次 兩次 三次 我告訴大家 這次它一定會過 它這次一定會完整的 但是這個完整了之後 到底未來的空間能有多大 我們拭目以待 它會漲到哪裡 難道我不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不然我怎麼會買它 每檔股票從低檔開始買 哪個壓力 哪個支撐 哪個到哪個地方 可不可以加嗎 其實我都會去評估 會去觀察 有些股票我在低檔一直承接 對不對 在它還沒有大漲之前 你看為什麼金星科 我先選擇 做比較偏短線的當中 你看它六月份 其實它七月份 你說它七月份真的漲很多嗎 你給它看 你說七月份真的有大漲嗎 從最低225 漲到七月份的高點 我看七月份的高點在哪裡 大家對不對 262 276 你看從225 漲到2276 也還起54塊 也不過才漲50幾塊 但是你看我累積的價差 可以高達90幾塊 你說跟一檔股票 有沒有大漲 真的有絕對的關係嗎 當然它漲得越兇 我們一定賺得更多 可惜它在打底 所以我覺得 可以賺到這樣子也不錯 也不錯 也算對會員有個交代 問題在現在開始拉回 整個雙底的結構 越來越完整之後 即將運量突破極限 今天為什麼會壓回 因為遇到極限的反壓 所以這邊也面臨到 一些當充的賣壓 所以這個也沒有關係 它的當充比一直都很高 我講真的 金星科的當充比 周轉率本來就一直很高 所以 它經常性的出現 這種上影線會不意外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像金星科這樣子的股票 一個底部完成完之後 有沒有可能走向巨陽突破 你看像巨陽是不是 過濟線完之後 你看就開始進行一個強攻 攻到哪裡 我們再來觀察 重點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重點不是說 等這檔股票大漲了 才去追他 而是要在還沒有大漲之前 逢低承接 擁有別人沒有的低檔買進的優勢 優惠也打好財 就不怕優惠做紅胎 就是這個道理 我的成本很低 比如說我們就 以這個巨陽為例來講 我們成本在140 145 很低啊 雖然沒有買在最低點 也沒關係 剛剛買在起贈點 我問大家好了 你會在乎它這兩天的波動嗎 沒有嗎 因為光帳面上我們一張 已經有兩萬塊的價差了 還不包括當充鑽的 巨陽也有做當充鑽 還不包括當充鑽的 光基本的持股 已經有兩萬塊的價差在手上了 你說有沒有成本的優勢 有沒有逢低布局的優勢在 我相信投資朋友 你自己用很簡單的思維去思考 就好比如說今天的金星科 對不對 就算拉回又如何 別忘記 我們金星科的成本也不高 也沒關 對不對 也不高 236 238 就跟巨陽一樣都是逢低接 都是逢低沉接 你說就算今天巨陽在一個波動 怎麼大 會影響到我的持股 會影響到我們的 比較偏向於波段的潮走 不會的啦 這都還不包括短線當中賺的 所以如何賺得更多 如何賺得比人家更開心 關鍵還是在於說 你不要等到很多股票大漲 你再去追它 有種情況之下可以追 就是說有的股票它整理完之後 就像這個聖達科 對不對 那離脫離底部去那麼遠 你說現在在等這個點來買 也很奇怪 可是你看到那稍微震盪整理完之後 準備醞釀突破 那你說這邊買股票叫追嗎 那不一定喔 這裡的追不一定叫追喔 大家懂不懂 如果它突破完之後 哇那今天不追還真笨耶 這是不同的操作概念啦 一種叫做震盪盤型的操作 一種叫做逢低抄底型的操作 簡單的講 欲強則強 只要這個股票它的表現符合預期 我們才做加碼 只要這個股票 當天有賣 如果當天有買 如果有賺的話 那當然你要做做價差 做做當充 這個都是可以在自己決定的嘛 所以從選股上的角度上來講的話 說真的啦 一大盤這兩天的格局來講的話 畢竟對岸的均衍 還是會影響到持股的信心 所以我只能告訴大家 現階段買股票 你不一定要投入非常大的資金嘛 你有500萬的先拿100萬 應該影響也不大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用少部分資金 現在四四水溫 等到行情比較趨勢比較明朗 等到大盤 甚至已經確定站上季線之後 我相信那個時候的格局 會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我很少去跟他解什麼國安基金 什麼基金的因素就是在於說 因為如果你把這些什麼 互盤基金的因素納進去的話 你就會失去客觀性嘛 那我們不去分析到這些國安基金 這些互盤基金 這些干擾因素之外 事實證明啊 你看我手上的股票 很多股票都非常的不錯 不管是金信科巨洋 還有包括像剛才聊的棚整 這是不是都是我公開操作的 是不是都是我公開講的 對不對 誰說跟著周老師沒肉吃沒湯喝的 對不對 誰說我手上沒有好股票的很多啊 就看你怎麼去操作它 怎麼去操作它 好啦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等一下他再持續的 再來分享這檔股票好了 休息一下 晚上回來 沉東斗鋪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沉東斗鋪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為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沉東斗鋪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好 講到逢低布局 就要不得不來聊一下台聖課 台聖課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最近 老師這個沒大氣啊 對不對 看起來沒有很強 當然 因為他現在在打底 所以對很多投資們會覺得說 那這種 這個現在在打底有什麼好講的 欸 不能這樣講啊 如果今天我拿一檔已經大漲的股票 來告訴你我有多厲害 那你們不會有感覺的 大家懂吧 我們現在在聊這些在底部的股票 就像在養小狗小貓一樣 對不對 你去跟他領養一隻 已經這麼大的狗回來 你要跟他建立感情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問題是 絕對沒有像從小把他抱回來 哎呦 從他餵他奶瓶 對不對 餵他吃那個什麼肉泥 慢慢慢慢把他養到 那個感情的身後 我相信大家都養過寵物 不管養過小狗小貓 或什麼哪怕養過鳥 對不對 烏龜啊 蛇這一些 為什麼我們要從小養 就是要跟他培養身後的感情 對不對 教他把 從教他怎麼上廁所開始 喔 這邊不能尿尿 要出去才尿尿 去廁所尿尿喔 對不對 一步一步去教 就像教小孩子一樣嘛 那我們從這些小狗小貓 把他養大的過程之中 對不對 也可以觀察他的習慣啊 比如說 他看到什麼 他會咬 比如聽到什麼 有的 像有的狗人 怕那什麼摩托的聲音啊 會狂叫 他會狂吠 以後就知道他的一些習性嘛 慢慢慢慢的 你跟他的相處方式 就會越來越融洽嘛 啊不然你 你能不能養到不要 就把他丟掉嗎 所以今天我們在培養股票 在佈局一檔股票 其實很像養小狗小貓的概念一樣 對不對 我現在趁你現在還小小的開始養你 趁你現在股價才100出都開始養你 等到哪一天你又到200多塊300的時候 不一定我養得動你啊 大家動我意思嘛 所以說以台深刻來講 就是說 為什麼我很喜歡跟他聊這些在地檔的股票 因為我覺得很多投資朋友 欠缺一種叫做逢低布局的概念 什麼叫做逢低布局的概念 我這麼講好了啦 有的人太急功近利嘛 我現在買這個在低點的股票 沒有什麼大爆發力啊 我還不如去聽某些老師 去買那些追高的股票 當然啦 如果你已經很習慣去追高 然後買在高點 那我怎麼這麼講 那這是你自己決定的 就跟他買樓房一樣 有的人就喜歡住在樓頂啊 有的人喜歡住在樓頂 就是住在比較低樓層嘛 比較接地氣嘛 對不對 有的人覺得住高一點空氣好 好吧好吧 那這是每個人的選擇嘛 但是不可否認的 今天如果你真的要的是 是博取一段比較大的 力度的空間 就像我剛剛舉這個 預期的例子 跟巨洋的例子 來給大家做比較嘛 對不對 你今天來問我 老師 請問預期有沒有機會過兩百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波段 我說真的我沒有把握 相反的 你今天在問我巨洋 你今天在問我台勝科 你今天在問我 金星科我告訴你 我至少可以找到三種跟你規劃 一檔之後全數獲利出清 對不對 先不管賺多少 因為每個人的資金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只有100萬 有的人可能有500萬 有的人可能有1000萬 所以每個人他投入的資金不同 會決定到他的報酬率嘛 那你想你從低檔開始 一路操作到一個高檔 然後把他獲利出清 這種成就感 是很難用言語去形容的 這個主要是真的能夠成為 贏家的一個關鍵嘛 那到一個高點之後 你不要反手做空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層級的事情 好 那又是另外一個層級 就是說我們不去討論 要不要做空的問題 至少我個人覺得 此時此刻對不對 逢低布局這些跌生的個股 我相信一個月後啦 我們不要講說 什麼兩個月後回頭來看啊 我相信半個月後回頭來看 你就會覺得說 哎呀 要知道 半個月錢 對周老師佈局 在你的低點的股票 對不對 早就已經不知道 賺到多少去了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也希望大家還去思考一下 好啦 那至於其他的操作的部分 我們留在下午的節目呢 再跟大家做一個說明跟報告好了 那今天上網節目 先為大家進行到這邊 節目最後 預述所有投資朋友 那投資順 我們下午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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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我們最強 seja 我們今天 我們剛好 Í